不成玻璃市和霹雳的州政权大局已定 唯独悬置状态的彭亨州政权依然焦灼 就在彭亨国阵正在临选执政伙伴的荡儿 彭亨西蒙今天是正式宣布 一致同意和国阵共组州政府 彭亨西蒙主席纳杜斯里·阿米鲁丁主持会议之后发文告指出 至于国阵在大选赢得16个州议席 西蒙则是8席 加起来就超过22席 简单多数执政门槛 为了让州政府运作顺畅 照顾人民福祉 他们支持并且希望能够和国阵联合执政彭亨州 目前赢得17席的国盟 也在和西蒙争抢国阵这个搭档寻求联合执政 而且据了解国盟和西蒙都个别答应 让彭亨国阵主席纳杜斯里·旺·罗斯迪 再一次出任州务大臣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